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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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這是高潛熔文貴的貴賓 謝謝你們在醫生館的第一場活動 就熱情參與我們的藝術論壇首場 這次也要跟各位介紹的是 我們今年的主題國是韓國跟菲律比 那韓國的部分的話 我們特別請到 我們Consign Gallery的負責人 黃達清先生 那首先我先介紹一下黃達清先生 他是韓國藝術博覽會 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人士 他創辦了AHF飯店型博覽會 那最近他又跟韓國政府一起舉辦 十分 Art Fair 那在韓國博覽會的地位也是非常重要 所以他在華文軒的經驗 還有辦博覽會的經驗都非常的深 那一起跟大藝藝術張學孟先生 我們這邊做都非常密切的合作 那這次黃達清先生特別邀請了 十間韓國重要的韓國畫牢來 那所以首場國際藝術論壇 我們就邀請黃達清先生來跟我們講 最近就是韓國東大藝術 非常就是火紅的 火彈色畫 那我想就先多數把時間 交給我們黃達清先生 謝謝 進入韓國上還有 我舉辦啡宵剪圍金ع fingers 當時 разработ appears 和Spoon Art Fair的狂達性代表 今天非常感謝大家播放前來的這場論壇 接下來介紹有關韓國化的部分 今天主要介紹的主題是有關韓國的單色化以及韓國化的部分 單色化是日本的韓國美術所代表的 烏雞尾和林泰 最近韓國的美術所代表的單色化 這個單色化並不是從韓國獨創的 它則是從1950年之後 從歐洲那邊的極限藝術 那以及單色化的部分從那個地方開始發展 那這邊的話大家可以看到單色化的部分呢 就是從歐洲那邊的一些藝術 那以及單色化的部分 所以在這裏面的轉換成為一個單色化 每個人都知道 每個人都知道 《美術》是1945年2年的大戰以後 那这部分大家所说之的《战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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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那所绘画出来的呢就是我目前所引发的单色化的部分 那其实就如大家所看到一般的绘画的部分 它使用的是多数的色彩 但现在单色化的部分呢 它主要是使用单一的色调 或者是相近色而下去做更化 那就如大家所熟知 在单色化的部分 非常有名的艺术家有表情搬足 这些画是非常有名的 在韓國的單紫畫部分非常有名的是金幻基的畫家 這位畫家在上海產業後也有非常大人氣 可以說是指韓國單紫畫的領導文部嗎 這位單紫畫 即韓國的モノクローン畫 1950年 60年度 開發地進行後 1970年度 本來開始了 韓國單紫畫部分大概是在1950年或1960年 但是呢 從而主要就是在1970年代的時刻 這位單紫畫的最代表的主題是 白鮑布教授 中山華 李武煥 柳森文 何謙 所謙文 何謙文 這位單紫畫師 中山華 李武煥 柳森文 何謙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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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清晗 以及許真 1967 prescribed фильм surviving la nunca timelines 以 historically的 NOTον怪文 好的存在 現在的多數字法 和學 tweecke先 friends 我們《大謙文 何謙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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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ratégila ặc 至於她們 參考 fund 何謙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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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謙文 他ong 何謙文 我們今天在這次與高雄藝術榜合作的合作部分 帶來了武西吳老師、鄭上華老師、還有很多老師的作品 我們接下來就會以這幾位老師為主 來介紹我們韓國單色化的部分 現在的畫面是 淡色化的最主要的 白鮮穆先生的 最有名的白鮮色作品 現在大家所看到的畫像是 韓國單色化古西吳老師的作品 這幅作品是老師非常具有 人間的一幅作品 它名稱為《紅色》 這單色化的特徵是 像機械畫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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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色化的特徵就在於說 它看起來好像是 機械直接刻出來的 又好像不是 那這是單色化的特徵 白鮮穆先生 那師父老師呢 他是第二線 然後用線條的主要 大家可以看到 說畫中的線條部分 那這個就好像 自新畫出來 又好像 以這個為主 是他的特徵畫方式 這是白鮮穆先生的作品 這是白鮮穆先生的作品 這也是古新畫老師的作品 然後是其他 這是白鮮穆先生的作品 那你現在再看一下 其他白鮮穆先生的作品 這是鄭上花老師的作品 那我們接下來就是慢慢來觀賞一下我們對老師的作品 這是鄭上花老師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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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其實就是大家現在在VT目前看到的像是柏西法老師的作品 真相畫老師的作品還有字塔老師的作品 其實如果暫時在VT上的話 其實看不太出了什麼樣的分別呢 그런데 仔細的理解說 我們各自的我們所做的作品 有自己的獨特的技巧 那其實的話呢 這些老師的作品 雖然在VT上目前看不出來有什麼分別 但是如果在畫展裡面的話 去看實際的話 其實近看可以看出說 每一個老師的技巧 那以前他會畫的方式都有非常大的不同 還有具有一些獨特性 那如果阿俊來說的話呢 吳西法老師作品的特色 就是有獨特性的線來畫畫 是嗎 那這張畫的作品 那這張畫的作品 這張畫的作品 在VT上的作品 那這張畫的作品 這張畫的作品 這張畫的作品 有很多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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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邊這張畫老師的作品 其實大概可以 大陸快 Village 你可看到 這個畫的作品 這個畫的作品 則是以奧通物品為唯一的特色 幹傑老師的作品 在登上的我 travaill給開 還有一些特色是 剛才提到這項法老師的作品是凹凸不平 那這金太太老師的作品 就是在凹凸不平之中 他還有打出了一個窟隆 就像剛提到不管是規格的線條或是outrooping的表面 甚至在outrooping的表面之中在打出場的骨肉 那這些的話呢韓國乾瑟瓦特色在於說 就像是僧侶的休息一般 但每天進行相同反覆的動物 那如果要簡單的一句話來表現韓國的單色化的話 就是表現出內心的自我的話 那其實韓國單色化的部分 它從50年代開始我成為70年代 但是這之後呢其實有一點會流行 但是又到2013年的時候呢 開始在這個世界上活動了起來 那請問你現在非常有關的話請問之一 那其實說在代表性很多 像是在國際上最有出名性的話 那他們也常常舉辦像是韓國單色化的展覽 那那剛才聽涉香老闆講的說像是美國的 卡古古希腼 跟帕斯卡爾 英國的 White Cube Care 和法國的 Patonier 他們會固定一年有一到兩個次 韓國的單色畫展覽 台灣的單色畫最代表的作品 韓國的全英文 英文 剛才提到台灣具有代表性的單色畫畫家 雖然他們記不太得 印象是一位靈魂畫家 這位台灣的單色畫畫家 目前也在韓國開始慢慢有了冷氣 現在也在韓國的單色畫家 雖然幾乎可甜色畫家 像不買雅瑞 日本的紙跡或印象 şekiller 魚 Land風 也用英文 這個畫家也有一個方式 有一個方式的地方 再加上英文 明文說出來 記不太大 這個畫家是我的 可能在身邊 現在最很興奮的 最時的畫家 村下 韓国的短色化 那其实就刚刚大家所以看到说 其实韓国短色化这个部分呢 在这些事件上慢慢的带起来潮流 那也一结束了双眼接来进去 那这部分的话呢 就像是刚刚提到的 日本有服势会做代表 那韓国目前的代表就是短色化 以短色化的话 我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喜歡韓國藝術,以及韓國的單色化的部分 謝謝大家 韓國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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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洋話 以前是韓國話 韓國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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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 在韓國是在中跡網絡 現在已經變得少了 為什麼會這樣呢 其實因為在選擇上的作畫 當然是在一個宣傳上面 其實在韓國如果說 可能要放在公園裡面或是大樓做展示 那對於韓國的設計業來說 比較沒有那麼多的搭配 所以最近在韓國的韓國化 即是文藝文化的中文化 大概80%以上的建築 在韓國上的建築 或者是油化的部分 那其實在韓國目前啊 如果在選擇中的韓國化這部分 大概有80%以上的人呢 他們都是在韓國上 那想要壓克力或是油化的部分來做嗎 那其實呢 那其實呢 待會大家看到 你可以看到 就是韓國化 他們只是帶來了有三位 在韓國可以說是水磷末 那東洋化這部分 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三位畫家 那大概就是已經60幾歲的畫家 那這邊的話呢 那這邊的話呢 在外面也可以看到 有石鐵哲老師 金浩的老師 那還有一些老師的話呢 他們這三位畫家 所畫的話 大家可以看到說 都是用全部來做畫 都是已經常壓克力 或是油化的部分來做畫 那其實今後呢 像這種RK的話 會就是像是歐洲或是美國的中心 那其實這些韓國化的部分 也可以接往那邊帶我們朝的 但是現在雖然是以歐洲和美國的RQ為主 但是其實在這之後亞洲也是一個非常具有可能性的地方 那就像是歐洲和歐洲聯盟一樣 那現在也是可以開啟亞洲聯盟的時代 但是而且在歐洲當中等說 很多洲亞洲理財征的人 一 其中一 其中一 其中一個世界的戰略 就像是藝術老師的大理 那目前就在走向一個亞洲的概念 那就是中國化、英國化、韓國化 代表的東京化 在某種程度上的發展 或者在某種程度上合作 那就像是剛剛提到 東漢化中的韓國化、日本化 以及中文化的部分 那這些話呢都如何聚集在一起 那成為亞洲的代表 那其實還需要大家一起不同的協力幫忙 一旦的話 我們中國、台灣、東南、日本、東南、韓國 或者東南、亞洲的 所有的亞洲人們 都要共通的 所謂合作的文章 要去哪些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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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目前的話 老實說的重要的意思 在於說 像是台灣、日本、韓國、 普通通國之間的連結 甚至到東南、亞洲人 那亞洲人喜歡的話 是哪一個部分呢 就是目前需要探討的主題 所以 李嘉德氏 是 不容易 往而是 在菲律賓和韓國的主任 而昨年是 印度的主任 所以 阿西亞美術 一種 而且 一些 互惟的 那 修向知識大會 主辦人 他非常之力 在 這次的大會主義是有關 韓國以及菲律賓的 華郎 那 那非常的努力之力於說亞洲的話有一點節節 那老師們目前怎麼能接待方式一起想要推進說一個亞洲的藝術士成長 那就是希望可以做一個亞洲的藝術市場 那最後各位藝術的評論者甚至記者願我們的協力和幫助 因爲這次的高雄藝術館可以獲得非常大的成功 那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喜歡韓國畫以及韓國藝術的評論 謝謝大家 請問律師請問 那妳想跟說大家有沒有在哪裏底查做質問的呢 像台灣有一個一段期間是選某組織的運動 那現在選某有當代表做新選某 因為她的女才不切離 只是在地面做搭配力做得大的 這樣子的態度 那我想請問老師她 在韓國可以預測到這樣子的潮文嗎 為什麼 欸 是 是 如果妳說過這麼 那還不關於20%左右 有很多不同的產品 但是那些人 非常大量的價值 可能性氣目前也還是很高 有些現代人們都很有名的敏感 我認為 一般地步的同樣的正統 一直在盡力的作品 也能盡力做得到的 老師問說 其實因為我們現代人對流行部的敏感度很高 所以現在可能很流行是這個部分 但是可能在一段時間之後 又會改成說 像剛剛提到 那你20%只有守護特化的韓國副家 一遍忘了 我昨天 在韓國的記者 是Keyaaf 第一位 是韓國國際藝術表演 最初的個人 但是當時 台湾的韓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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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非常不同 教導說 老師在韓國的Keyaaf 專案的時候 老師也是很特長的 那他就發現這一師 tells 韓國跟台灣的部分有非常大的差異 코로나這個是舞台風大? 尤其是,台湾的有名的作家和人在台湾上不太高的印象。 但是,以後,他們都會很理解和接觸。 在你的建築之下互相有一點了解 總共同同一種意義的動作 在剛才所說的《亂阿西亞》中的 太陽和韓國是 年齡比多的更加不斷的關係 相信我相信 在兩國之間的展覽互相交流之下 那其實他也覺得說可能在之後 那在亞洲的一個亞 雖然一直提到說一個亞洲的藝術市場 這個部分是不是會有更大的 好的光澤 對 沒有 今天有一個新年 還有就是那個 還有什麼樣的問題 謝謝 今天有新年要吃的新年 放在那裡 大家如果有那個問題的話 今天的問答就是 欸 新年快點說 不好意思 您好 以後我對那一 那個四月一組的時候 在做的消息 問說像畫作那種藝術人 作為一個流派 或是說是藝術市場 是多數人決定的 還是是你去建廠家 做出來的這種決定 可以 是像 你 還是會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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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這幾位作品要做得上,如果我們一位作品成功了, 那男藝人的作品非常精心地做好, 由於她作品都有本來作品和作品成功, 她作品成功。 那其實老師認為說 就是在這種 你剛剛提到的部分的話 其實是說假如說 假設說今天有一個畫家 那他這個畫 在國際之間會有的盛名之後 那其實其中很多的收藏家 那甚至是皮肉家 那開始來研究這位老師 以前然後大家現在的作品 那這時候就帶寫了一個流 它會是一個 像是韓國單身畫的盛情 這樣子的風情 那老師認為說 就是其實說 有一個畫家 他會成功畫 五輝是他的獨創性的畫法 那以及他具有他自己個人 特色色彩的畫妝 那再加上 評論家對於 藝術評論家對於 這個老師的 作者的畫作的 那個朋友之下 那來引起 像是韓國單身的興趣 那這樣子 推向一整個作品成功 所以 那就像是音樂隊 那像是這種藝術團會的話呢 就是算是每一個藝術家 他們能創造新的作品 那後來來說 他們的作品都不然會做展示 那再由透過觀眾的眼睛出看 那看了之後呢 大家會有喜歡的作品 來推動這一整個遊戲 其實這都是一氣合成的 就是觀眾 那藝術家 那甚至是畫廊 那還有今天後來的特獎者 都是缺一不可 請問還有問題嗎 那麼恭喜你 謝謝 今天問題要終於結束 謝謝大家